海洋里的钢铁侠这坚硬的鱼鳞刀枪不露啊 由于他昨天晚上躺在礁石上睡着了 所以就被人给抓了 然后就送到我这里来了 这么笨的鱼 你们可以瞒猜一下 他到底好不好吃 哈喽大家 我是你们的喜欢跟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昨天晚上泉州的一个小伙伴 说是给我搞了一条我还没有拍过的鱼 中文随名叫松雕 今天鱼已经到我手上了 看着这鲜红的鱼鳝 以及这会有弹性的极佳手感 根据我多年摸鱼的经验来判 这鱼的鲜度应该还可以 他全身滑黑体层椭圆形 而且鱼鳞的坚硬程度可谓是刀枪不露啊 这和我们之前彭桓车的这条 超大野生乌簧很像 而且也是黑不溜秋的 金属的质感很强 所以今天咱们这又是一条海洋里的钢铁侠 你看他的头不大 还有点凸 眼睛也很小 但是呢 这个嘴巴却很大 另外前塞盖的这个边缘有很锋利的锯齿 但是呢 这个塞是假的 然后背起呢 很尖很锋利 而且呢 与这个软漆是相连的 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很像有三个围棋 从这些特征应该能锻炼 它是一条松雕 而且呢 它有很多的名字 比如说打铁婆 我发现很多鱼都喜欢叫打铁婆 比如咱们之前做的这条 三级多板钝尾鱼 三角鼻鱼 兔角鼻鱼等等 这几期视频没有看过的 小板可以去考古一下 硬并没头的 顺便可以补一下 然后本期视频顺手再点个赞 我们接着说它的熟名 实在太多了 重点来说一下 睡鱼和困鱼这两个名字 主要是因为这个鱼 晚上会躺在礁石上睡着 也不知道是白天在海里游泪了 还是傻 躺在礁石上倒头就睡 所以很容易被抓 然后渔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睡鱼或者困鱼 我估计咱们今天这条 就是昨天晚上躺在礁石上睡着了 然后被抓了 今天就要被人下游锅了 所以我晚上都不睡觉 这不半夜了还在这里干什么 就冲着这个精神 你们不给两个币说的过去吗 OK 下游锅前先给它洗个招 我发现这个鱼整个身体都布满了鱼鱼 你看连这个脸颊眼睛周围都是鱼鱼 再要把这个鱼鱼给打一下 也不知道会不会难搞 用高科技来试一下 哇去 打不出来 完了完了完了 还有顺着这个鱼鱼的话 现在才能打到一点起来 但是不好打 算了 用这个打铃器来推办 哇 好硬 不好搞 鱼鱼倒也不是很难搞 就是飞的到处都是 等一下卫生得搞半年 现在要把它的内脏也去一下 依然从它这个小屁屁开始 哇 怎么这么厚 哇去 这个胃带里面吃了一大袋这种小鱼 好臭啊 这嘴巴这么大 巴拉巴拉的 真汤妙的能吃 先把它这个鱼头给我搞下来 下的冰箱 洗得一枚鱼头 再把这个肉给取下来 这个肉质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肉粉嫩粉嫩的 这个布应该小屁屁先给它割掉 接着把这个鱼腩给它取下来 这个皮有点厚 这个肉要改一下 切一块鱼排下来 再给它分成两半 然后给它改一小块 OK 终于处理完了 6斤多的鱼还挺有料的 那我们今天安排两种做好了 这个一粒一粒呢 我准备拿来做糖醋鱼 那这一块鱼排呢 我准备拿来干煎 我朋友做干煎非常好吃 那这两块鱼肉呢 只能强迫邻居朋友帮忙解决了 那剩下这个鱼骨鱼腩呢 是精华 好 我们要来焖一下 当员工厂 是不是很疼你啊 疼死我吧 我们先来腌一下这个鱼排 来点海盐 快打一下 换一面 这边给它来一点 再来一点黑胡椒碎 这边来一点 再来调点糖醋汁 来点鸡酱 荒茄酱 白糖 白醋 搅拌均匀后 换在那里备用 我们先去炸一下这个鱼块 锅里倒油 炸东西 油可以多倒一点 油热 把鱼肉给它下锅炸一下 先不要动它 等它炸定型一下 完蛋了 要换车了 今天我把鱼皮一起换下去 炸一下它粘在一起了 散不开了 炸到也差不多了 等它捞出来凉一下 应该能掰得开 好香哦 锅热倒油 蒜末给它换下去 爆出香味 然后把刚才调好的糖醋汁 把它倒下去 好香 再来一点点水电粉 再加一点点水 把它炸过的鱼肉回锅 哦 这个鱼炸一下 缩水了 好少 可以了 荒炒均匀 出锅 把它摆一下旁 加点白芝麻 加点葱花 再点一朵花瓣 搞定 锅热下黄油 先给它拢一下 然后呢 把鱼肉换下去 先把这一面煎上次了 这个黄油 等一下晚上不断拿去里面 给它换一面 好嫩哦 这个鱼肉 来点蒜片 生姜 芦笋 迷迭香 再来两个小可爱 一起给它坚图香味 应该差不多了 喝一点八年的青红酒 出锅 摆盘给它摆一下 这个鱼比我预想的要嫩好多 露露 超可爱 迷迭香 随便再来一个小清零 就可以了 搞定 嗯 还挺香的 就今天这个摆盘也太随便了吧 对不起你们 我感觉今天这个鱼应该会给我一个惊喜 所以呢 先来杯八年的青红酒庆祝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煎的开始吧 因为这个糖醋的比较重口 先给你们整一口啊 你看一下 好嫩哦 来粉丝先吃 过去 这是25块钱一斤的鱼吗 这样子煎出来它居然很嫩 而且水分也很多 嗯 哇 这个口感 我觉得拿来蒸煎煮炸 应该都非常的好吃 搭配上迷迭香跟黄油 煎香 非常的香 哇 25块钱居然能吃到这么嫩的鱼 而且香味还很容易 哇 超脏 嗯 很嫩的同时又很绵柔很细腻 一点都不干涉 哇 这个鱼拿清蒸煎非常好吃 鱼皮很有酵质感 绝了 这个煎的鱼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这个煎的鱼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嗯 小可爱会爆浆啊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糖醋的 嗯 快速里嫩 而且味道很酸爽 是我喜欢的味道 难怪这个鱼切片炸到时候那么弱 原来它这么嫩 好吃 我突然感觉这个糖醋可以加一点清凉门进去 味道应该也很好 好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嗯 有点凉掉了 表面有点硬了 再吃一块 嗯 超香 啊 OK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 我觉得今天这个鱼25块钱已经真的无法想象 超值 它不仅口感好鲜甜味也很足 而且呢 刺很少 除了中间的那个大刺以外 就没有任何的小细吃 今天这个鱼强烈推荐 有遇到的时候要不要随便买随便做 怎么做都好吃 那么这下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高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